看看新闻榜 以小猪罗志祥被富家女追回家为题 报道了罗志祥的新恋情 而绯闻中的另一方则是一名 来自新加坡的富家千金威妮 报道中指出 罗志祥在3月1日新加坡演唱会后 结识了这名叫做威妮的女生 随后两人便展开了密切的联络 除了邀请女方去台湾地区游玩之外 罗志祥更是带着威妮同游马尔代夫等地 恋情迅速升温 为了证明爆料的真实性 报道中还贴出了不少威妮 在社交网站上上传的照片 其中的不少服饰和配件 都和罗志祥同款甚至同样 而最为乍眼的就是一张 威妮和一名男子的合照 照片中的这位男子身穿一件 和罗志祥一模一样的T恤 只是这位男子的头 被一只卡通猫挡了个严严实实 爆料传开之后 罗志祥的经纪人蒋成静 第一时间就做出了否认 他还将这次的绯闻事件 定义为典型的追星行为 遭到恶意加料 据讲成静透露 这名叫做威妮的女子 其实是罗志祥团队 一名舞者的朋友 同时也是罗志祥的粉丝 购买和偶像同样的衣服和配饰 只是典型的追星行为 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 罗志祥方面更是辗转 向威妮取得了那张 猫头照片的原始版本 照片中与威妮合影的男子 根本不是罗志祥 那么会爆料 看到黑影就开枪 好险我有穿防弹衣 请看 不只是衣服 项链都跟我一样 就是我 你丑大了 别乱害人懂吗 人家是有男友的 随着罗志祥意图为快的微博 这起绯闻也就此水落石出 所谓的蛛丝马迹 现在看来 也只是八卦媒体 恶意捏造的新闻罢了 尽管这次的风波已经平息 但这样时不时就传出的绯闻 实在让罗志祥有些伤不起 从出道至今 罗志祥的感情 始终是媒体关注的焦点 从被传 介入欧帝与前女友之间的 感情纠葛 到她的暧昧搭档杨成林 应该没有联络了 应该是 没有联络就不是好朋友 不然你觉得是有联络成络 我不知道耶 我不知道 那时候有听说 崩溃 崩溃 这怎么玩去呀 还都换出的女生 什么啦 没有没有 我最近绯闻对象是杨成林 对啊对啊 对啊 从模特出生的美女李玉芬 到最近因为一起出演 西游祥模篇 而传出绯闻的香港女星 周秀娜 你自己的是不是也 最近也有好事 就是跟 好事 就是跟那个 乌龙事还蛮多的 就蛮多乌龙的事情 就你说你指的是 哪一方面的事情 周秀娜 哦 成亲 因为其实 其实没什么好成亲的 因为对方那个 周姓小姐她也成亲了嘛 因为我们在拍戏就认识了 那不是说来饭店 都已经是来找我 因为公共的场合 所以我觉得不要 就这么小题的大做 尽管罗志强在娱乐圈中的桃花韵 看似不错 但是对于如今 已经34岁的他来说 早日找到真爱 或许才是消灭绯闻 最有效的办法 信用力再现 综合报道